接下来看一下奥沙利文的这杆超级进攻 就问你服不服 接近于90度的中原台直线包球 火箭逆天的准处 直接把身后的宾汉姆打回到座位上 本期我们来维护下2016年大实赛 奥沙利文对阵宾汉姆 火箭在这场比赛中 打出了巅峰之中的巅峰状态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名场面 刺激度爆表观赏性拉满 打出了门的组织 有很多组织在开闪的组织 你还要给到黑的组织 选择的连选择 用的是红射针 需要的组织 在红射钉上的组织 完全完全完整 这场上的组织 在路线上的组织 他就已经扩到 这个球球 到轨的线 但这个对面的线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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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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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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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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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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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地杆走位出现了问题 没有掉到粉球左侧底在舒服位置 就要用甲杆调整 从回放可以清晰看到 红球跳了一下 火箭地杆受到静电影响 导致走位出现问题 没有问题 整度非常的犀利 地杆就直接调整回来 这就是斯洛克天花板的地别 出问题不可怕 可怕的是能够及时地调整能力 33 39 39 40 这一届大师赛,奥沙利文不但围围围稳定在线,准度也十分强悍。 最致命的是,他进攻欲望十足,所以火箭在很多不可能的球形下,打出了敌人的表现。 这一场是比较努力,但那是不错。 红色的不过去,所以就把红色连了。 红色连了,去中方的红色连了。 47。 红色连了,完美了。 红色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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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连了,红色连了。 红色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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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连了,连了alone了。 det古中四 called,fareúsica 索色连了。 他看到是红色 能否接下来的线吗 他上达 但是他受阻碍从红色的接受 没法接受 而是球队中最后一位可以单下的红球 打完这一分还是不够高分 接下来就开配球了 红色 泡萝1双出来的红色 那你走 他就走得很快 所以就不回到桌子 他在看4-1的低落 在面前 7-6 本球打定,火定勝局 最余還有兩個紅球在谷邊 接下來看火箭能否完成過百 我猜他想想要失去那邊 73 我可以玩給黑色 79 因為他只是在黑色 所以他會拿到黑色 那邊的黑色 然后这绿色被拆到鞋子 你不想会被失去 87 哦,它是刚刚出了鞋子 没有问题 没吃三颗贴速球 选度不止犀利 而且依旧稳定 当这路在线时 其实没人可以除这火箭升空 106 106 106 107 老伯很有意思 不停给儿师兄特写 但说实话 丁汉姆这局并没有犯错 只怪火箭实在太腰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泰铢铁的宠宠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